卓國法院繼續審訊 涉及前運輸公務司司長歐盟龍貪污案的親屬和商人 趙祖傳召公務局評標委員會屆成員出庭作弓 證人指出 在東亞運工程評標時 曾受到上級指示 要求更改中標的結果 梁安琪不答 公務局公共建築廳高級技術員美墓船出庭作弓時 說一份參與東亞運多項大型工程評標工作 通常評分初稿上程後 他當時的上司、公共建築廳廳長潮雪恒 都會對他作出指示 要求將工程批備指定的承建商 由於指定的承建商未必是得分最高的投標公司 所以要在體諾似合理的情況下調高承建商的評分 你沒有船指 這是一項困難的工作 他又說通常潮雪恒都是以一對一的形式 對他作出口頭指示 但從來沒有說明調分的原因 也不理他用什麼方式去調 只是暗示是再上級的意思 以他理解可能是局長級以上的決定 當中澳門彈工程、國際射擊中心 以及理工綜合體育館工程 李姆璇都說曾接到指示要更改評分結果 還有這些工程由被告何明輝所屬的 申明輝建築公司投得 辯護律師雷正義指出 由於沒有任何文件、任何資料證明 李姆璇所說曾經受到上級口頭指示 而要更改評分結果 所以質疑證供的可信性 又說證人從來沒有接觸過歐文龍 為何會得知這些是司長級的指令 李姆璇說 在他的印象中所有接觸過的大型工程 都曾經出現調分的情況 不過由於在施工經驗 和方案的評分標準比較主觀 加上自己對有關方面不完全熟悉 所以相信上司的決定 也沒有因此而感到疑惑